老師好 全球的超馬家人 大家晚安 我是秋賢 一年前我從我小阿姨手上借到這本書 那一年前是我人生的一個古筆 我的孩子臨犯了躁鬱症 我這個孩子今年27歲 在他小時候五六歲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過動的 注意力不集中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他蠻辛苦的 那同樣我都不斷的接到老師的電話 告訴我的孩子說 你的孩子在學校都不斷的 一直跟人家起衝突打人 然後你要來解決 那時候我不懂得安撫他 我沒有那個智慧 所以小孩子回到家的時候 就被我痛打一頓 然後也責罵 所以這個孩子就這樣子日積月累的 到了高中的時候就放棄了讀書 他不想讀書 因為他覺得讀書對他來講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然後跟紅台之間也沒有到達很快樂 所以他都不斷的一直在 學習領域當中一直不斷的考學 我就這樣子一直到了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就請他去當兵 那當兵回來 在當兵這個事件就發生在他當地回來的時候 那休假回來 那一次 第一次發作 就我們兩個為了一個車子的問題 然後兩個有一個爭執 然後他團天就 他團天就這樣大喊大叫 然後就把我們家的所有的桌椅 把我們家所有的門窗全部都打破 在那一上那我就覺得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很害怕 我躲在牆角 因為我怕他會 等一下他會伸手打我 我很害怕 那他就狂喊狂叫 那我想說他是不是卡到陰 還是說在部隊裡面 受到什麼樣的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我就請部隊的長官來了解 那這當中呢 我也去問了很多神明 一般我們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都會外求嘛 都會去求說 是不是求神問補 然後用法術 然後什麼香灰 來看看這樣子的境有沒有辦法轉 可是這樣子的境並沒有轉 然後就這樣子 從他18歲到27歲這89年當中 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本來是一年大概發生 發生兩次三次的發作 這樣子的大發作 然後一直到 我借到書是去年106年 然後他是在105年發作的非常的嚴重 平均20天一個月就會發作一次 那他在這中間這當中呢 他除了自我放棄之外 我只能形容他是自我放棄 因為他就結交到不好的朋友 他結交到不好的朋友 然後成天呢 你可以想像中 想像當中 不好的習性他都有 他都有 然後這段時間當中就不斷有人上門來 來跟我要债來跟我討債 然後就 不然的話就是我們只要稍微講一句 不知道什麼話會引起到他的憤怒 他就會把我們家全部都卸了 三星半夜也是這樣子 所以呢 那時候我很怕 只要有一點動靜 那種拼拼看他的動靜 我就豎起神經 我們全家就豎起神經來 很害怕 而且他那個升起起來 是把我們父母親 對我們父母親搶髒話 然後我把我們逼到牆角的那種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樣遭遇症的人 有 就是遭遇起來 他就是六親不認 你會覺得說那個還是人嗎 那種感覺 然後呢 那個鄰居就會去報警 然後警察就經常來我們家 就這樣 我們的情況最糟糕就是這樣 很糟糕 那時候我真的束手無策 我也為了他 我去參加了某一些慈善團體 我想說要改變他就是要改變我自己 可是呢 我也有改變我自己 我覺得我有改變我自己 可是那個靜還是沒有辦法走 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這樣子 那直到去年106年 我見到這本超級生命密碼 是從我想阿姨的手上拿到這本書 那時候我想阿姨就跟我講說 你什麼方法都試了 你要不要試試看 老師的這本書已經救了很多人 我心裡在想說 菩薩都沒有辦法幫我 怎麼這本書可以幫得了我 不覺得有可能嗎 所以當下我拿回去我沒有病 沒有馬上閱讀 那時候工作很難 因為我的錢全部都被他花光了 所以我必須要去做個副業 除了主業之外 我還要重新一個副業 趕快補足我的 不然我那時候就已經快要賣房子了 然後直到後來有一天呢 要參加老師的講座 七月十五號 我還記得七月十五號要參加老師的講座 我心裡在想說 那老師的講座在講什麼 我一定要先來威脅一下這本 來看一下這本書 不然老師講什麼我都聽不懂 然後就開始看 怎麼怎麼 這本書這麼簡單的意思 然後這麼簡單的方法 這麼大道自解的東西的道理 這樣子我怎麼這麼愚痴 竟然沒有沒有相信不相信 我趕快就趕快打電話給我阿姨 然後學習了趕快做新法 那才做的第五天我就有感覺了 我用這個敘述起來就有點差 就是我的孩子要幫我送黑木耳 然後她的脾氣很燥 她燥起來我又很擔心說等一下她又要 因為她要開車幫我送那個黑木耳 我怕她窗戶 因為她燥起來會亂罵人 在路上會亂罵人這樣子 我又怕說哇很淡的 等一下如果她燥起來怎麼辦 我就觀想太陽的光照射她 結果才十秒鐘 她竟然喔 那個燥的脾氣就這樣子降下來 然後那個熱門音樂她都不聽了 就把它拔掉 我這是第一次感覺到 你真的有感覺 我求神脈搏了十幾年 都沒有像過欸 而且我真的就覺得很訝異 好那我就對她更有信心 我就開始一直不斷的做新法 一直做 然後也看過老師的所有的音檔 跟讀片老師的所有的書 那我在老師的書中的文言大意 我徹底的改變我自己 我只能說以前的我所謂的認知 我的改變跟後來我看老師的書 的那種改變是不一樣的 我真正的了解到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 好 那後來呢 我兒子到了從此以後呢 他就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不可思議的 那可是那時候我是戰戰兢兢的 我是用戰戰兢兢的心情 去面對這樣的事情 我心裡在想剛開始兩個多月 說哇他真的變好了欸 欸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好 然後到了三個月 四個月 欸真的欸 怎麼好像都沒有什麼在生氣喔 以前平均20天一個月就會生氣一次 然後竟然 欸怎麼都不太生氣 有那從曾經中間有生氣過一次 可是那一次是很小的 不會 不是很大的生氣 那大概就是很重的罵了幾句這樣 但是我們又開始害怕起來說 想說是不是接著下來的發展又是什麼 好 那我們也就這樣子 這中間呢 我的孩子他轉變到什麼程度 他轉變到會關懷我們 以前是會對我們講髒話 會罵我們髒話 會把我們生氣氣來 就會把我們逼到牆角去 拎著爸爸的胸口 那個衣靈胸口這樣子 一步好像要跟我們決戰的那種感覺 好像我們多對不起他 然後呢 他的改變到最後是可以跟我們虛寒問問 然後要我們靠近他 比如說要跟他聊什麼天 他也會願意坐下來跟我們聊天 不過這以前我要靠近他 是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你不要來 對 你走開 你走開 我今天會變成這樣都是你害我的 我心裡在想說我害他什麼 那時候不了解 好 就這樣子 那他的改變 然後我生病啊什麼 他都會關懷我 就這樣子一直到十一個月 這十一個月當中 真的喔他真的都變得非常的好 我就非常的高興 那也因為這樣 我覺得老師有說 當你禁止安行的時候千萬不要懈怠 那我覺得我自己稍微有一點點的懈怠 我自己反省後來我稍微有一點點懈怠 我兒子在十一個月就五月份的時候 就我進入超馬十一個月五月份的時候 他突然間為了工作的事情發作 不順利發作 而那個發作就回顧到十一個月以前那樣 你知道我整個就非常的灰心 我心裡在想說我不是都也很認真也是在做啊 然後發書也在發 那我也在還原怎麼還是這樣呢 那那個時候我趕緊跟我的小阿姨聯絡 然後我小阿姨也只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這是進考 這是在給你考試 看你有沒有 對這個法是不是真的很真心 很很就是很認同 是不是很真心 在考試 我後來花了大概兩天的時間增入我的情緒 那時候我辦大老師的超級英國密碼 那本書 老師裡面有講 你是因為她這個因緣啦 接觸到超馬來做修行 而你不能因為這個因緣 因為你人生的路上還有很多關卡要過 你不能因為這樣而平止你的修行 我突然間恍然大悟欸 我突然間這句話恍然大悟 我認為說對啊 這只是一個靜堂 我為什麼會為了這個因 然後放棄到我後面所有的會碰到的事情 然後6月2號 6月3號老師的實修實練的課程 我參加 你知道自從那天參加完了那個實修實練的課程 不可思議 因為我那時候天天在做新法的時候我問老師 我問老師說老師你可以給我答案嗎 我怎樣才可以讓我心情平靜 然後讓我面對的這個靜堂我可以通過 因為6月2號 6月3號不可思議 老師我在心法當中我感覺到老師跟太陽公公 很奇妙的給我波轉 那個波轉就波轉讓我孩子越來越穩定 然後我的心情也越來越穩定 我孩子變得比以前更好 而且他的思想跟我現在越來越close 越來越接近 以前他是屬於那種你們看那個社會新聞的那種 在外面會起衝突跟人家起衝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的那種 不然的話就是隨時會講髒話的那種 可是他現在完全沒有 而且那些不好的朋友損友漸漸的離開 我就覺得說就讓我整個靜都整個這樣安定下來 安定下來 我的孩子現在真的越來越好越來越正常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全世界的超馬家人 如果你們身旁有這樣子的人朋友 請你們一定要告訴他們一定要相信 只要家長們願意或者小孩子願意更好 真的相信來實修實驗 看超級生命馬這本書 真的可以改變所有的這樣子的境 和台灣姿擁抱 vem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感谢观看